今天新北市的新增確診個案 是4加3,總共有7人 這7人都是在板橋 這個7人當中有及格的是3個 那另外新增個案是4個 這7個人當中接觸者匡了919人 居家隔離匡列了409人 那跨縣市的通報3個案子 幼兒園群聚的整體事件 今天下午2點鐘CDC公布 新北市幼兒園的群聚確診個案 基因定序出來確定是Delta 而且跟機師的加護感染定序是不同的 所以面對Delta來襲 新北市在前兩天 在群聚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試同Delta前面備戰 因為發現這一次的傳播率跟以往完全不一樣 所以新北市從第一個時間 就前面備戰 把它當成第二卡 今天確定了 我要在這裡特別跟新北市民 以及大家關心新北市 疫情發展的國來報告 新北市一定扛起所有的責任 全力備戰 我們會盡最大的力量把疫情 能夠大家同心其力的把它控制下來 我想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 先來談我們整個 優惠員的確診個案 包括今天新增四個個案 這裡面我們今天新增的七個個案裡面 有三個居家隔離 三個居家隔離裡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居家隔離裡面 9月6號的16143 CT數30 在傳染給他家長 這是居家隔離的 以及9月6號也是一樣 這個孩子們傳給外婆 是居家隔離 至於另外有一個16141 傳給他的家裡的人 再傳給他的妹妹 再傳給他的外婆 這也是我們居家隔離的三個個案 這單中有另外新增了三個 這新增的三個都是在我們優惠員家屬染疫 同一棟的社區大樓的住戶 16158在昨天先驗出來 他的CT值是38.5 到了今天早上又驗出了兩個PCR是22.5 16163還有16164的26.1 這兩個早上驗出來 我們在整體的系列裡面 目前在優惠員這個部分 今天新增了六個 我們今天報了有七個 其中一個是另外一個個案 是因為到醫院急診看病被映出來 跟這個案例沒有關係 整體的新北市幼兒園的確診個案的關聯裡面 今天又增加了一個境外 所以總數目到現在為止 一個境外22個本土案例 這裡面這個境外 就是16160 CT值37.8 非常的高 當然也是前段時間 大家非常關心幼兒園的爸爸 從境外回來 會不會是感染源的可能性 我想面對每一個有可能的感染源 我們都積極的疫調 積極的查證 尤其CT值比較高的 原始的幼兒園的這些幼兒園們 我們都會開始做血清抗體的檢驗 所以當時我們也在了解 從境外回國的家長 會不會跟這感染源有關係 所以我們這幾天 也做了血清抗體 它是陽性 吸力值也是很高 37.8 我們也都在積極的做疫調 在釐清當中 我想今天任何一個狀況 我們都不能排除 我們一定會把整個疫調 把它做得更清楚 再來做一個研判 所以目前為止 新北市幼兒園的確診個案的關聯 一個境外 然後22個 在新北市的本土 板橋地區確診 所以我們會積極的把這個案例 能夠有效的控制下來 我們一起加油 為了解 我們會有效率 我們會讓你去做一件事情 我們會做一件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